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15日 星期一 今天是年初四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的是國際新聞 這一節就是 緬甸 跟大家要說 緬甸 發生了政變一段時間 但是 緬甸最近的情況 相當局勢緊張 情況很惡劣 因應緬甸的政變 緬甸的人民就在街上進行 抗爭 抗議 緬甸的軍方 忽然之間將這個 翁山素姬軟禁 以及發動政變 大家知道 手無寸鐵的人民 面對著的就是軍隊 軍警 會發生甚麼事呢 大家可以想像到 最新 局勢發展到在2月14日 昨天晚上凌晨時分 情況越來越危急 14日晚上差不多是凌晨時分 根據路透社報導 自從緬甸爆發了 軍隊 軍政府的軍事政變 整個國家都在爆發 一個強大的 示威浪潮 就是要反對 軍政府 強行 把原本的民主政府推翻 各地的人民 在全國發動罷工 部分地區 連火車也會停止運轉 這個時候 軍方 軍政府 背後大家知道 就是中共 在後面 就算中共 不在後面 當然 既然 搞得軍事政變 當然 不會那麼容易 順從 所以軍隊的應變 就是當然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武力 他現在就是把大量的坦克 裝甲車 開進了大城市裏面 根據路透社報導 緬甸最少有幾十萬的民眾加入 反對軍政府 他們 包括要求要立即釋放昂山素姬 在2月初 大家都記得 最早就是由醫生團體 發起罷工 他們發起罷工 瞬間就獲得全國很多 公務員出來響應 包括 在鐵路部工作的人 也出來參與罷工 在2月14日 這個情人節 當天就在仰光 發動了一場大型罷工 也使得仰光的鐵路暫時停止 我們可以看到 緬甸的人民 他們的反應很快 一出來就知道 他們爭取回來的民主政府 其實那個已經 不是很民主的政府 已經是有軍政府在背後 但是他們知道爭取回來一點也不容易 所以其實 緬甸的人民 說抗爭 其實他們 反而就是我們的前輩 緬甸的人民也知道面對著軍政府 就是 要持續不斷地跟他們對抗 他們也知道代價很重 但是他們的反應真的相當快 自從發生政變之後 他們很快 全國上下一心 已經在搞大型罷工 緬甸軍政府就是用強硬的方法 跟香港政府一樣 要勒令公務員一定要回到崗位 香港更加 變本加厲 要公務員宣誓 效忠香港政府 假如 你違背宣誓 可能會面對 紀律處分 甚至乎其他後果 當然今天就不會告訴你 因為他暫時覺得香港的局面 已經受到壓制了 香港人被他壓制了 所以他覺得 一些 極端的手段還未出盡 緬甸的情況就不一樣了 因為他的抗爭活動 才剛剛開始 燃起 所以對於軍政府來說 壓力相當之大 情況就是好像 剛剛 6月9日 剛剛有100萬人上街 接下來的星期就號召 200萬人上街 當時政府 和警察面對極大極大的壓力 當然說的是倒台的壓力 網上也看到一些影片 我們也看到 緬甸的軍警 一部分的軍警 是倒戈 站在人民的這一邊 幫他們用盾牌 擋水炮車 的水 這件事 我們香港經歷了整年的抗爭 雖然其實是有白警的 但我們看不到 整隊整隊的警察就站在市民的這一邊 完全看不到 只是有一些 白警在背後 不敢站出來 原因其實也很簡單 因為香港的反對力量 輿論的力量 就是跟中共 跟中共相比 所有主要的媒體 基本上 所以其實他的喉舌 其實依然 即使是幾百萬人覺醒 有黃色經濟圈 黃色媒體 人民覺醒還有 再加上連儂牆 文宣 大學 幾大院校 所有東西都聯合起來 其實網絡 依然其實最多跟他 評分抽息 建制的動員 是來自藍色媒體 背後土共組織 地方組織 其實我們跟他 打了一場 很漂亮的戰爭 雖然戰果未如理想 但是 我們面對敵人 那種組織和強大 的確不是那麼簡單 當然我們也會經常 恥笑他 很多東西 很烏龍 當然這個就是毛澤東教諾 戰略上 一定要滅視你的敵人 要提升 我們的士氣 所以他有任何不利的消息 哪怕消息可能不是很準確 甚至乎 只是拿出來討論 對他能夠造成動搖 也應該要拿出來說 戰略上要滅視敵人 戰術上 戰術上重視敵人 就是在說實質行動上 跟對方實際上 賣牙的時候 你就要很重視對方 知道對方 你要假定對方就是高手 不能夠調以輕心 緬甸 說回緬甸 緬甸的情況也都相當之差 因為他面對 軍政府就是做了獨裁者很久了 獨裁者是懂得進化的 大家不可以忘記 獨裁者的背後又有另一批獨裁者 獨裁者 軍政府的背後有中共 中共就在全世界吸收經驗 怎樣去對付 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 包括台灣 香港怎樣用共匪 去滲透 怎樣買你的媒體 怎樣用大內宣 大外宣 裏外夾擊去對付你 再加上假新聞抹黑 要對付他不容易的 不能夠一本通書獨到老 過去歐洲 非暴力抗爭顏色革命 不是一本通書獨到老 因為獨裁者進化了 吸收了 知道群眾運動 非暴力抗爭 的運作是怎樣 知道怎樣瓦解你 緬甸的情況也是一樣 其實緬甸的獨裁政府 相當之有經驗 因為跟緬甸的人民已經作戰了很久了 當然 手法也不外乎 也是那些 這個最新的消息就是 在這個 凌晨時份 會斷電 也會斷上網 較早之前也有大量的影片流出 似乎是軍警對著人民 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 這真是令人想起香港的情況 香港還有一眾 愚昧的人說 你們哪是手無寸鐵 你們有磚頭 交換 跟官升筆一樣 官升筆大殺傷力武器 危險武器 我開賽刀 你開官升筆 決鬥吧 上擂台 可以交換 你給我們MP5 AR-15 你開磚頭 開傘 我開銳墓 水炮車 你開磚頭 給你火魔 教你怎麼混 不知所謂這些說法 基本上就是軍隊 軍隊還要說對方 人家有武器 有磚頭 你還好意思說 無恥到蓋 好心理要學就學厲害一點啦 你學卡達菲 學利比亞 出戰機兇襲 當時利比亞 阿拉伯之春的時候 最後為了對付群眾 出戰機 轟炸平民 你不說人家有磚頭 所以要出戰機 其實也差不多了 不過 其實大家都記得 當你大家 拿著一個豬嘴 拿著雨傘 拿著磚頭的時候 他已經在出直升機了 水炮車 大量的流彈發射器 發射催淚彈 這一刻 緬甸的人民 就是在面對 隨時可能就會發生 一個 使用大型的武力 所謂的驅散行動 很可能就是 可能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傷亡 看看相關的資料 網上資料 包括一些Twitter的 上面 你會看到大量的軍隊其實就開了入城 當地人也說的是凌晨時分 2月15日 即是今天 凌晨時分 緬甸時間 將會 就是會被減電 以及減上網 將會緬甸 進入一個 就是黑暗的時間 我們可以在這裏做的確實是有限 但也都大家 要關心一下 其實作為 抗爭 爭取 民主自由的同路人 即使 緬甸 香港人可能覺得 是一些 可能是第三世界 但是我們其實也是有道義責任 去聲援他們 也因為網絡封鎖 所以我們也有責任把 緬甸的消息 盡量對外發佈 更進一步就是 連美國的情報部也是核實了 他的情報指出 在仰光 在緬甸仰光就是有軍事行動 他對於當地的僑民 作出的指示 叫美國公民就地躲避 你單單從美國 公佈的消息 你可以想像到當地的情況 有多嚴峻 連美國公民也是呼籲 就地躲避 形勢相當之緊張 如果是在緬甸的人民 可能他們在經歷的 就等於在六四 北京 面對著的事情 這裡只能夠幫緬甸的人民 祈禱 再有最新的消息 再跟大家 跟進這個 緬甸的情況 這一節說到這裡 拜拜 還是為了